今天是大夫来到蓝洞的第二天 又有新的朋友出现了 一个名叫艾莉的研究生 多多少少有点说话不过脑子 他想让大夫帮忙找东西 但是总的来说吧 没多少礼貌 大夫虽然看起来比较老实 但是也有脾气啊 就不想帮忙 不过艾莉表示有报酬 大夫一听当即说明也不是不能做 是吧 每一次进入蓝洞 下面都不太一样 至少地貌看起来差别还挺大的 大夫下水 首要任务就是抓鱼 抓不同的鱼 毕竟现在还负债呢 得先攒够钱重新装修寿司店 话说这店不应该是白毛老哥或者黑哥的吗 管大夫什么事啊 说到鱼 不同的鱼可以做不同的寿司 哎 抓到一个叫什么新班叉鼻屯 好吧 这玩意儿貌似和平时说的河屯都是同一个鼠的 看起来差不多 这里面整的还挺正式的学名 还有这个置换鱼 之前没抓过 这貌似还能解锁个图鉴啥的 哎 找到艾莉需要的了 红色海星和石花草 这个任务看起来挺简单 顺手一收 等话大夫就可以去给那个女研究生交差去了 在水底还会时不时的看到这种氧气罐 一次就可以补满所有氧气 啊 不过现在氧气充足 暂时不需要 背包操纵的大夫刚刚回到快艇上 艾莉的电话就来了 好家伙 卡点挺准 收到东西的艾莉依然是没什么礼貌 不过报酬倒是到位了 大夫也就无所谓了 果然是个温和的胖子 就这一下 一百金币的维修资金就够了 白毛老哥非常高兴 估计晚上就能看到焕然一新的寿司店了 另外白毛老哥还给大夫介绍了一个新朋友 达夫 好家伙 名字和体型 俩人都惊人的相似啊 按照惯例 大夫又被内涵了 话说这个达夫也是个胖子吧 达夫可以帮忙制作武器 主要大夫发现蓝洞里有些鱼的攻击性比较强 鱼叉已经快应付不了了 而且听说在蓝洞深处还有更可怕的生物 所以也强大的武器迟早都需要 这个蓝洞确实有蹊跷 所有从里面取出来的装备 只要离开水面就全部损坏 也不知道为啥 从外面带进去的装备也会出问题 呃 但是为啥鱼叉都没事呢 他们最后想了个办法 从蓝洞里收集材料 然后交给达夫 让他制作武器 最后再带进蓝洞里 有了目标 大夫重返蓝洞 收集达夫列出的材料清单 当然了 来都来了 顺便也抓了一些鱼 晚上寿司店还得开业呢 不过抓鱼的时候也会出点意外 这不是 大夫被一条大鱼给缠上了 好险给逃了 这游戏里没有血量系统 但是大夫被攻击以后 氧气含量下降 有了材料 宅男之王达夫成功做了一把水下的步枪 好了 虽然看起来这玩意儿好像威力不大 但是至少大夫再遇到那条鱼应该就不至于毫无还手之力了 寿司店今天的菜品不少 毕竟大夫弄回来不少鱼 今晚肯定够用了 现在店铺规模不大 菜单只能选择四样菜品 不过有一点还好 如果一种菜品售完了 可以换一个新的菜品上去 好了 完工 今天的收入是55金币 看起来依然不是很多 赖者 好了 今天差不多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继续 各位拜拜